在全球面临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的当下,敬临永续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为让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员工与家人们在活动中认识永续环境的概念,增进亲子的互动,同时提升对环境保护的承诺,培养下一代对生态环境与永续发展的关注与行动。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2024年11月23日举办敬临永续绿生活亲子日活动,借由环境教育结合亲子互动,实践中国医药大学继医疗体系蔡长海董事长,以员工为重的幸福职场理念,中医大副医自四年前启动环境永续宣导活动以来,每年反响热烈,今年更扩大规模, 将场地移至台中市中正公园的大草皮,吸引更多员工家庭和社会大众的参与,透过共同参与宣导的活动,结合趣味的游戏,学习如何以行动减少探足迹,让绿色永续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并结合台中偏乡农产品摊位介绍,让孩子认识永续农业价值,支持地方农业,以行动推动环保与绿色消费,深化永续的意识。 据了解,中医大副医周德阳院长与杨丽慧副院长也亲临活动现场参与。 周德阳院长表示,这场活动不仅让亲子有机会了解天乡农产品的珍贵与永续价值, 也希望经由亲子间的互动与学习,让永续发展的理念从家庭开始扎根, 让孩子们成为未来绿色地球的守护者。 杨丽慧副院长表示,这场活动正是中医大副医, 响应联合国SDGs永续发展目标的具体行动。 他指出,中医大副医未来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每一个人从小事做起的努力, 而这样的活动正是培养下一代环保意识的重要起点。 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应该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小步骤做起, 携手努力实现更绿更永续的未来。 中医大副医表示,净灵永续绿生活,亲子日的圆满举办极落幕, 不仅让参与者深入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更启发家庭从日常生活中实践永续理念, 让日常生活的每一步都是为地球的明天播种希望。 记者邹志忠报道。